西太平洋的海拳争霸戰 400年前就已經在台灣的周邊展開了 葡萄牙 荷蘭 西班牙 日本 到正式的海商集團 普出驚刀駭浪的歷史新頁 台灣因它的戰略位置和貿易 從此要上了國際舞台 史詩般的戰事與悲歡離合 值得身為台灣人的我們 更深入認識這座美麗的島嶼 今天我們要先去一個海賊網 建立存在的地方 雲林 但是我們先去接兩個老朋友 時間要到了嗎 應該是 差不多這樣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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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車 上車 可以開後邊 好 好 好 你在等很久了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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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一下要去那個... 雲林啦 要帶你們去雲林 去雲林 對 要找那個以前的岩石棋 他在那那個... 做那個藏屋的地方 有時候我們聽了一些歷史故事 看了一下歷史文件的資料 再到現場去 看一下現場的地形 那整體的那個感覺就... 隨著海岸地形的變化 河川驅流的影響 笨港經歷近四百年的演變 從瀕臨蟹湖的河港城市 成為了內陸 現今離海岸線 已經有十多公里遠 歷史的笨港 遭遇多次的河川氾濫 改道的侵襲 百年來的施政都被重毀 或埋沒在地底下 這以前的地圖 我現在是... 我現在好奇說... 我... 掩石起攻擊在這家... 蓋柴嘛 對不對 他現在在這兒蓋 問題是他這個... 有合理啦 有合理嗎 都挖海岸 這條什麼蟹啊 這條什麼蟹啊 我們不知道應該算是北港蟹 叫千蟹 這裡都可以通 嗯嗯 我剛剛不是說 我們才來瀑崗 瀑崗他也能接住 哪一台的這個 瀑崗魚 北港蟹的北平跟南平 嗯嗯 甚至可以找我二輪啦 哦 這都千蟹有嗎 這都... 我讀得很純粹 這都千蟹 這算瀑崗啊 這瀑崗啊 瀑崗還過... 那關蟹如果要穿 撿不住 因為關蟹有純粹 關蟹有純粹 關蟹有純粹 那一塊海就不加一萬 所以不知道會選台灣 我們其中是不接台灣的地獄 剛才有這種水 你看齁 拔得冷藥了 我看在桌子寫說什麼 岩屍崎跟鄭芝蓉是怎麼來 來這裡 說是什麼 要推翻幕府 要不然什麼 哦 人家叫什麼 名字叫什麼 推翻幕府 說看到華人在那邊被欺負 推翻幕府 結果 會讓幕府的人發現比較走出來 我是覺得 他做一個行李人 他推翻幕府要做什麼 李丹根也自己都在日本做什麼 但是因為那時候 日本幕府他要建立跟荷蘭的關係 所以這種華人的商人 有時候易商易道 做海賊跟海商一體兩面 他們有時候跟幕府的關係 不見得那麼好的 狀況底下 他們就得尋求其他的地點 所以他們其中一種說法 就是說他們是這個樣子底下 所以他們來到台灣 明朝天啟元年 西元11621年 台灣近海迎來的13艘船 包括岩思琦在內的28位兄弟 以及隨之而來的300幫眾登陸上岸 我們現在是在北港溪的南岸 就是今天嘉義的舊南港水仙宮的旁邊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就是北港溪 在這個17世紀的大航海時代 當時指的這個巴槓 巴槓指的是台灣全島 蹦槓其實在17世紀前半的文獻上 指的是北港溪下游的這個區域 說岩思琦的這個傳說 他講到的這個 岩思琦到底是從哪裡上來的 其實有很多種說法 在明代看來貿易是非法的 因為是非法的 所以這個大家想要做生意都變成非法的 那就是沒有法律可以管 所以他就會造成一個狀況是 如果我們兩個做生意 我的拳頭比你大 我跟你就不是做生意 我就搶你了 那我們說的岩思琦 大概就是像這樣 類似這樣的武裝商人 當時的台灣其實還不在 民朝政府的管制內 所以來這邊是沒有人管的 這是一個英雄 枭雄不分 洋槍 土炮 齊發 海商與海扣合夥 各族各國打混戰的大航海時代 坐擁武裝商船的岩思琦 被稱為日本甲羅 甲羅就是海盜頭目 海賊王 在西方國家海權爭霸的年代 岩思琦原本以日本為基地 和擁有駐印狀的海商霸主李旦 組織了海上道商集團 曾在竹嵌附近和民軍爆發戰役 甚至協助荷蘭攻打馬尼拉 對西班牙的戰役 岩思琦被尊為Petelochina 中國彼得 稱霸東洋 海海和南海 過往的世界商船無不聞風喪膽 生怕海賊登船 掠奪最珍貴的交易物品 磁器 像這件我們看到的這件青花盤 這就是很典型的 17世紀後半的青花詞 大概是明正時期到清初 我們叫秋葉文盤 秋葉文有個葉子 有沒有 這邊還寫了兩行的詩句 這種很典型的詞曲也反映出 開始古蹦港 北港基下游一帶 人類的活動 漢人在這邊 慢慢開啟了它的聚落的發展 除了明朝的瓷器 絲綢 商船難來北網 載著滿滿的日本白銀 呂送的香料 也和原住民交易露皮 顏思琦的貿易對象 除了日本 還有被明朝列為黑名單 禁止淨港通商的荷蘭 為躲避明朝棄捕 顏思琦狡兔三窟 引領28兄弟撤離日本 進駐三不管地帶的台灣 我們的採訪團隊來到雲林水林的通天府 廟方言格志記載 顏思琦引進住居 鄭之龍潛舟互渡 每口十二兩紋銀 每五口牛一頭 當時明朝下達禁海令 遍凡寸板 不許下海 中國東南沿海的百姓 遭逢年年的饑荒 早已苦不堪言 顏思琦揭竿而起 招募張全移民渡海拓肯 進入队棄這段 那段就是以前 應該是第二批移民來的時候 跟政治人顏思琦對來的時候 第二批移民 姓王人帶過來的 這樣子 所以這個應該有三四百年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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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被細胞當中輸了 雲林嘉義一帶 不少廟宇斑駁的碑文壁畫上 都能見到顏思琦的相關記載 儘管就是說我們在文獻上有看到 荷蘭人的紀錄也提到了 北港溪下游地區 有一些從事漁獵的漢人的生活 可是就我們實際的考古工作來看 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 太過明確的證據 不過現在我們在水林一帶的調查 其實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 專探和視覺能夠找到 一些比較明確的證據 我們來到水林鄉言錯聊 探尋岩思琦是否真有其人 相傳岩思琦在此建立實在 分配更列 是台灣最早的漢人聚落 要有一點軍事幫 對 當初台灣不像我們講的說 不如摩扎美麗之島 歐洲人把台灣命名為砍頭島 馬蹄形的主在 不僅能夠防禦員住民 還可以方便出航 進行例行性的海上打劫 或是海上貿易活動 這是起腳井 它是 彥氏琦他們到台灣來的時候 蓋的井 是利用鴨倉 當初在家鄉把這些 翻造的鴨在川底下 然後來到台灣 因為你來到台灣一定要生活下來 沒有水源的話 可能就沒辦法再過口下去 所以就蓋了這個井 所以意思是說 他們就是要在這邊定居 才會把這個鴨倉 對 把它拿出來 然後蓋 其實它的工法非常棒 它是利用中國的拱橋原理 利寫原理 它是內宅外寬 主在的位置 就是馬蹄形部落就在那邊 好 那西側的話 就是顏世祺 從也上岸之後 就是最西邊 就是它的後災 後災就是集信營 就是信念軍隊的地方 那這邊有一棵龍樹 然後龍樹裡面有供奉 明都統兵大將軍的廟 對 對 那這個明都統兵大將軍 供奉的只是 其實當地的傳說就是 顏世祺的那個 他們一些兄弟到這邊來的時候 往生之後把它蓋起來 祭拜的廟 附近還有日治時期改建的石棺 神祕的碑文僅會一觸 地方盛傳 這是顏世祺兵種骨骸分種 被遺葬至此 岩綽寮外 這一片無名土丘的周邊 還能發現疑似明清時期的瓷器碎片 這是團舍中的這個 岩綽寺的夢 就是他們世間的 都在三月以後 都會來這裡祭拜 你看 以前有一棵龍樹在這裡 沒有夢的頭 就是沒有我們的夢牌 就是用這棵龍放在這裡 那棵龍樹也沒去 就只簡單用一個棵龍 去做紀錄公司 顏世祺被譽為開台聖主 但消失的歷史太多 差在台灣的過往 依舊迷霧繚 台灣外紀記載 顏世祺來台的隔一年 前往侏羅山打獵 染上瘧疾病死 葬在侏羅山的東南 三界埔山 地點就在現今的軍事管制區內 通過層層的審核與查查 採訪團隊坐上軍車 深入禁區 好 我們來到的是內角營區的江軍山訓練場 平常這裡是沒有對外開放的 相傳 顏世祺的墓就是葬在這裡 經歷歲月風化 墓碑早已難以辨識 相傳 碑上這道劍痕 是鄭成功在擊退荷蘭之後 清零拜夜時留下的記號 曾經征服四海 壓扶群道 應戰諸國強權的顏世祺 一蠟重重 盡不還 斜陽埋谷 古尖山 進入中 入中 之出 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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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